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亚洲股市预计将遭受损失 因美国市场的波动性上升 市场总结 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展示他们对电动汽车的雄心壮志是真实的 亚洲等待债券抨击的减弱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高盛资深人士将成为资产管理公司P10的首席执行官 香港楼市困境给政府增加了压力 请大家收看 亚洲股市预计将遭受损失 因美国市场的波动性上升 市场总结 彭博社 预计亚洲股市将在周一下跌 上周美国股市和国债遭受重挫 标普500指数跌破了被视为雄师信号的200日移动平均线 而华尔街的恐慌指数VIX则跃升至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由于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投资者一直在寻找避险资产 黄金价格逼近每盎司2000美元 而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回落 削减了上周的涨幅 该涨幅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推至接近5% 本周交易员将密切关注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通胀数据 以及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活动数据 以获取全球利率走势的线索 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展示他们对电动汽车的雄心壮志是真实的 彭博社 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本周的日本移动展上 面临着展示他们对电动化和自动化的承诺的压力 2022年 电池电动汽车在日本的新车销售中仅占1.5% 而在美国占6% 在中国几乎占20% 日本的顶级汽车制造商认为 向电动化的过渡将比预期时间更长 并且会因地区而异 并呼吁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减少排放 亚洲等待债券抨击的减弱 路透社 本周亚洲市场面临的重要问题是 美国国债抛售是否会继续 缺乏重大区域经济指标或政策决策 意味着焦点将集中在美国债券市场上 上周 SBLA国债指数出现了自5月以来最大的下跌 而TLT国债 ETF自7月以来已经贬值了五分之一 美国债券的下跌也影响了亚洲市场 MSCI亚洲除日本外指数跌至近一年来的最低点 中国的金融环境也收紧 该国经历了自2006年以来最紧张的金融环境 中国央行行长潘工胜表示 央行将采取更加精准和有力的政策 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高盛资深人士将成为资产管理公司P10的首席执行官 路透社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前高盛高管卢克 萨斯菲尔德将成为资产管理公司P10的首席执行官 P10是一家多资产类别私募市场解决方案提供商 专注于替代资产管理行业 该公司预计将在周一宣布这一任命 萨斯菲尔德在高盛工作了23年以上 并于2020年被任命为其资产管理业务的全球联席负责人 P10专注于私募股权 风险投资和私人信贷领域的中低市场交易 香港楼市困境给政府增加了压力 日经亚洲 香港疲软的房地产市场正对行政长官李家超施加压力 要求他采取措施修复经济 历史上 房价上涨曾经创造了家庭财富 并填补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但在过去四年中 香港经济已经萎缩了三次 经济学家们也下调了对GDP的预测 房地产中介 投资者和政府机构 曾希望中港之间的旅行恢复会刺激需求 并推动房价上涨 但这些希望已经破灭 本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五个关键图表 彭博社 以下公司将发布他们的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 埃克森美孚 雪佛龙 道达尔能源 埃尼 纽蒙特 阿格尼科英矿业 阿彻丹尼尔斯尼德兰和邦吉 投资者将关注能源行业的产量预测和未来供应假设 特别是与中东紧张局势有关的问题 由于冬季的临近和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天然气市场预计将变得更加波动 纽蒙特和巴里克黄金的盈利报告将为黄金市场提供见解 而农作物交易商ADM和邦吉将揭示大豆加工利润率的情况 太阳能行业面临挑战 像SolarEdge、Enphase Energy和Sonova Energy这样的公司 发布了不乐观的业绩报告 盈利季节达到高峰 欧洲央行和以色列设定利率 金融时报 本周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谷歌母公司Alphabet 亚马逊 Meta和微软公布的第三季度业绩 以寻找收入增长的迹象 重点将放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上 以确定其对收入增长是否产生了影响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微软 因为该公司在过去一年中大力投资人工智能 该公司在上个季度报告了人工智能的增长 并预测最近三个月的增长为两个百分点 本周其他值得关注的收益包括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 制药公司诺华和可口可乐 欧洲央行将在雅典召开会议 预计将保持利率不变 原因是以色列加沙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 以及对油价的影响 与此同时 以色列央行也将召开会议 由于对以色列希克尔的压注 高度可能将利率维持在4.75%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将增加对中国和匈牙利的天然气供应 首席执行官表示 彭博社 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sprong 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米勒表示 该公司将在今年向中国和匈牙利发送额外的天然气 此举是在Gasprong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签署了2014年合同的补充协议后进行的 今年剩余时间内 向中国的额外天然气供应可能达到6亿立方米 而向匈牙利的额外天然气供应已经达到13亿立方米 贝奇·罗尔斯赢得8个高尔夫大满贯的冠军 去世享年95岁 纽约时报 美国高尔夫球手贝奇·罗尔斯·Betty Rose 在LPGA巡回赛的前两个十年中赢得了8个大型高尔夫锦标赛冠军 其中包括4个美国女子公开赛冠军 作为一名高管和比赛总监 他帮助推动了女子职业巡回赛作为一个高额奖金吸引力的到来 他去世时享年95岁 罗尔斯是第一个四次女子公开赛冠军 分别在1951年、1953年、1957年和1960年获胜 这一记录仅被米奇·赖特·Mickey Wright在1964年第四次夺冠时追平 他在1951年至1972年间共赢得了55个LPGA巡回赛冠军 他的其他重大胜利分别在1952年和1959年的女子西部公开赛 以及1959年和1969年的女子PGA锦标赛 在他所处时代的另一个重大锦标赛 Title Holders锦标赛 他在1950年代曾三次获得亚军 并于1967年成为LPGA巡回赛名人堂的六位原始入选者之一 他还入选了世界高尔夫名人堂 印度尼西亚的普拉伯沃选择总统之子作为竞选搭档 南华早报 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兼总统候选人普拉伯沃·苏比安托宣布 他选择了总统左科 维多多的长子吉布兰 拉卡不明 拉卡作为明年选举的竞选搭档 这一决定引发了批评和指责 认为维多多试图建立一个政治世袭 由于维多多的受欢迎程度 这一举动也可能提振普拉伯沃的竞选活动 选举将于2月14日举行 获胜者将在维多多连任两届后接任总统职位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在六度简报中的观察员 本周亚洲股市预计将面临一些下跌的压力 这是因为上周美国股市和国债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性 投资者们一直在寻找避险资产 黄金价格逼近每盎司2000美元 而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回落 此外 本周我们还将密切关注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通胀数据 以及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活动数据 这些数据将为我们提供全球利率走势的线索 另一方面 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在日本移动展上 展示了他们对电动汽车的雄心壮志 虽然日本在电动汽车销售方面的占比相对较低 但这些汽车制造商仍然对电动化的过度表示了信心 并呼吁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减少排放 此外 亚洲市场还面临着美国国债抛售的压力 美国国债的下跌对亚洲市场产生了影响 中国的金融环境也收紧 中国央行表示将采取更加精准和有力的政策 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 在其他新闻中 高盛的资深人士将成为资产管理公司P10的首席执行官 这将为该公司带来一些新的动力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困境给政府增加了压力 他们需要采取措施修复经济 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我们将关注一些重要业绩报告 以及全球央行的利率决策 最后 美国高尔夫球手贝奇 罗尔斯去世 他是一位传奇的高尔夫球手 赢得了八个大型高尔夫锦标赛冠军 印度尼西亚的普拉伯沃选择了总统之子 作为竞选搭档 这引起了一些争议 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摘要 我们已经为您提供了一些深入的分析 现在 我们欢迎观众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